這個其實是陳氏自己去到推特去找 有關珍這個ID的 然後像這個啊 重複就是因為這個系統段壞掉 我的名字是J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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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an是我的幼稚園的時候 去英文補習班老師給我的一個名字 可是你就會發現在數位時代 當你搜尋Jean這個名字的時候 我其實找不到自己 所以其實在這樣的一個創作脈絡底下 我開始去網路上搜尋有關珍的照片 然後把它變成數位肖像之外呢 事實上我也每天到推特去搜集有關 就是珍ID的PO文 然後把它集結成為一個每天的日誌 其實在肖像的部分的呈現啊 因為這支程式它會 它是到Freaker的項目裡面去搜尋有關 真的標籤的照片 我每天大概會搜集50張的照片 那照片搜集下來之後 每件照片的上面 它其實就會用一個臉部辨識的系統 去辨識照片裡面有關聯的部分 然後把它透過這個自動化的方式 形成一張數位的肖像 所以其實對於我來講 我其實是沒有辦法去控制 這個照片裡面的成形是什麼樣子 那地下室這個空間的肖像 其實是2018年2019年加上2020年1月份 所有的肖像將近700多張的照片 在創作的概念裡頭 其實想要形成一個被珍所包覆的一個空間 所以現場其實它會有一個非常混雜的 回音的沉浸式空間 那那個聲音的內容其實就是來自於 2018年到2020年1月 珍在Twitter上面的推文裡面 文字然後我把它轉成語音 在現場唸出來 所以我用每天搜尋到的珍的肖像 還有每天搜尋到的珍的日誌 開始做每件作品的所謂的資料 然後這些資料就開始形成了 這個整個從地下室到五樓的作品 一共八件的展現 希望的是大家去看一下 每天的肖像的變化 那透過影像的流動跟靜態的攝影 其實可以比較靜態去閱讀 真的肖像的內的狀態這樣子 中文字幕作為主席